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我就带你妈来见你 老爷 好好伺候夫人吃饭 这些要全部吃点 好的 少爷 真恶心 直接抽 路总 这位小姐现在身体有些虚弱 让你抽你就抽 废话这么多 怎么了 我知道了 安清浅 你母亲自杀了 没有我的允许 你哪里也不许去 陆安清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可以 你这个禽兽 今天我这个禽兽就给你七天时间 处理他的后期 七天之后 我来接你 要是你跑了 我保证 你那个在监狱里面的爹 不会好过 我跌进监狱以后 我妈就得了抑郁症 都是伴你所赐 你说错了 这所有的一切 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当初你害死我爸妈和舒晴的时候 你怎么就没有想过你有今天 陆安清 我都说了无数次了 这件事情不是我 那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啊 你自己去万叶书琴了 书琴从小在陆家长大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陆安清 你真的清楚吗 你给我闭嘴 今夜之后我来接你 你怎么来了 不是还没到齐天吗 我知道还没有到齐天 丈母娘去世 我作为一个晚辈 怎么也得烧煮香吧 安清 我求求你了 今天是我母亲的头七 你就让她安心的走 好不好 安心 她就是替你这个女儿 提前下去给我爸妈赎罪 凭什么安心 陆安婷 你疯了吧 这里是我妈妈的灵堂 安清 你以为你是谁啊 安婷 安婷 我求求你 自从你嫁给我之后 你的人就属于我 主人让你干什么 不需要挑的时间 明白了吗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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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一副烈 真扫兴 这个 就当做 我来参加你母亲的葬礼的礼金 对不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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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报告结果出来了 啊 啊 啊 五点 这一样对宝宝 你们还会吃 现在开始 要注意休息 不要剧烈的动 好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牧尘 你要告诉他 你怀孕了吧 先不说吧 你也帮我瞒着他 好 韩婷 你怎么来了 我以为你今天会主动来医院给输情输血 原来是背着我偷人 韩婷 我没有 那也好 用不着我来瞅你 直接抽血吧 放开我 陆一 让老爷 给他弄点补气血的汤药 再告诉长妈 处理一下他腿上的伤 是 夫人 少爷让我帮你热腹下伤口 腹什么腹 他把老爷夫人和我叫书情害得那么残 就该让他烂在这沟窿里 可是 可是什么 我才是陆家的大管家 少爷对他失望扣顶 痛恨之急 一时的可怜并不算什么 你把盆放下 可以出去了 夫人 这是滋补气血的汤药 可以暖身 也是少爷让人做的 这谁 弱心 以前我叫深情和你玩的那么药 你是把你当做他最好的朋友 可你却把他害成那样 我和少爷能让你活下来 你就应该对我们干恩戴德 我能亲自把汤药给你送回来 已经不错了 你竟然还指使我做事 安静静一天不熟 我在医院就一天不按照 爸 我还要装多久 这样子车祸 运强 不好了 我们又在闹子下 叶管家 事情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只有你 和舒琴 知道 叶舒琴 他是害人不成 反而害己 是那样 又如何 人不畏己 天诛地语 怪只怪你挡住了我家舒琴 成为陆家少奶奶的路 要不是你 我跟陆家早就结为亲家了 说来说许 你都是个废人 夫人 想着吗 可惜 热水是吧 我家舒琴真是命苦啊 要不是杀手 共出真凶 真想不到夫人 竟是这样的人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 一直好舒琴 不错 您的恩情 我无以为报 以后就算是让我为您当牛做马 我也是心甘的 别这么说 我爸妈生前从未把舒琴当过外人 我自然也不会 再说了 舒琴的意外 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都怪那个女人 药不是她 今天吩咐的补血汤药 给夫人送去了吗 送过去了 但是 但是夫人死活不肯喝 还把汤药也给打翻了 脾气都硬得很 我看她还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少爷 今天夫人有按时吃饭吗 不知道 饭送进去了 但一直没动静 估计又没吃 看来是我多虑 你也没有护士说的那么虚弱 抽了几关血 还有力气动我 杜汉婷 你给我痛快吧 给你痛快 你做梦 既然你没事 明天我爸妈的节日 你 陪我去 今天 我要你跪在这儿 给我爸妈守夜 不行 安婷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你还怕什么 你还怕什么 浅浅 你给我好好跪着 好好忏悔 孩子 你要是让我发现 你再偷偷的去医院 找那个吸引的 我会让你爸在监狱里面也不会好过 你要对我爸做什么 你放过他 让我放过他 当初你怎么不放过舒晴呢 你嫉妒心之强 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应得的 我没有 安婷 你们就在这里看着夫人 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 她才能回来 陆总 夫人膝盖的跪出血 要不先送夫人回家 为什么 我看到好得很 说了跪到明天 就是跪到明天 走 回公司 喂 还跪在墓园吗 我找的人很快就会过去 你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你放心 少爷不会管的 少爷恨他很难不及的 事成之后 我会给你一大批心 陆总 这么晚了 要不您先回家休息吧 怎么 您晚上有事 不是 不是 我看今晚 新闻说有雷豹 要不您先回家休息 雷豹 您去上厕所 想不到这半夜墓园还这么好看了 护着呢 你们试试 这半夜的一个人在墓园里 难道你不害怕吗 要不隔两陪陪你啊 不要动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杜一 去开车 是 就送你回家 不 徐墓园 不要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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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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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给我废了 好当 快去医院 是 浅浅 浅浅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刘晗天 浅浅你说什么 放了我吧 让我死吧 想死 安晴浅 你的罪还没有输完 你休想用死来逃避 我不允许你死 必须要让你活着 安晴 我没有错 错的是你 难道我真的错了 三十六度 吐烧 浅浅 我不是才盯着你不要受量 你现在怀了孕 你的身体就不仅是你的身体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沐辰 那个混蛋 我真不知道他的入寒天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也输情也是活该 设计陷害你不胜 反倒把自己打进去了 结果就是你背负了一切 可是我没有证据 现在陆寒廷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我说什么他都不相信 看完病你就可以出去了 我劝陆总有了看别的女人的心思 不如对自己的正百夫人好 这是我的家室 与你不关 这招了 S就给我起来 回家 安京浅 你还真喜欢当狗啊 我允许你搬回卧室主 拉人 给夫人沐浴 陆寒婷 你不是让我赎罪吗 你确定 要跟我这个罪人 共处一室 我是这么说的 但是赎罪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过来 比如 取悦我 陆寒婷 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你想做什么 我都不会反抗 你主动跟我主动 这可不一样 更何况 你不是喜欢当狗吗 陆寒婷 你就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吗 我今天心情好 所以我给你一次机会 难道 你还是想像上次一样在灵堂 你 陆寒婷 你这个禽兽 比起你做的事 我做的 不算什么 你 你放开我 你还想逃我 我告诉你 没有我的允许 你哪里都不许去 你别忘了 你拿短命的爹 还在监狱里 只要我一句话 可以让他在那里待到死 你 来吧 上次放了你 这次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要试图反抗 你又哪里不舒服 韩婷 我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不怀 喂 什么 书姐醒了 好 我立刻过来 有什么事 以后再说 书卿 现在怎么样 韩婷哥 我终于见到你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的女儿 你终于醒了 我还以为 你真的就这样 丢业爸爸不管了呢 爸 浅浅呢 别听了个韩婷 我现在都已经醒了 我相信浅浅的不是故意的 你就别怪他了 韩婷哥 你也别怪浅浅了 他指望他爱你 提他干什么 你刚醒 别的别想 好好休息 韩婷哥 我想出去走走 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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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误会 韩婷哥哥 只是陪我出来走走 医生说 我总是闷得不好 浅浅 我希望以前的事情 都过去了 我们还像以前 一样好不好 安清晴 你什么意思 她是怎么了 应该是身体不太舒服吧 我待会帮你去问问吧 可是 我有点想吃东西 你帮我去买点吧 好吧 安清晴 是不是怀了韩婷哥哥的孩子 这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可是未来的陆太太 安清晴 你以为韩婷哥哥 还留你在陆家 是因为他爱你吗 别搞笑了 他留着你是为了 继续折磨你 他说你是他见过 最恶毒的女人 叶淑浅 你做人的底线 怎么能这么低 为了除掉我 甚至不惜害死伯父伯母 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 你怎么知道 那又如何 只要是我跟韩婷哥哥之间的阻碍 都该死 你太恐怖了 不过你错了 就算没有我 陆韩婷也不会喜欢你 你胡说 要不是你 我早就跟韩婷哥哥在一起了 你看到这个戒指了吧 这是陆家祖传的戒指 你 伯父伯母给我的时候 说这个只会传给陆家的媳妇 这是我的你给我 安清晴 你生来就是安家大小姐 而我只是管家的女儿 你已经拥有一切了 为什么不能把韩婷哥让给我 出身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也不是你能做坏事的理由 得不到的东西 向来只会硬抢 戒指是 人也是 这个戒指 你永远都不会得到 安清晴你给我站住 天晴 天晴你弄弄我 啊 书晴 书晴 我送你去医院 安清晴 又是你 安清 不是我 龙蜜嘴 你整天争风吃醋 你不累吗 我们好歹是一起长大的 你到底要把书晴 害到什么样子你才满意 你以前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 以前 老爷 我爸在找你 哦 我马上来 你身上怎么了 没事 韩婷哥 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下 摔能摔成这样 你今天不是跟浅浅出去外面玩了吗 我去问问他 哎 韩婷哥 韩婷 感觉你今天一天脸色都不太好 怎么了 倩倩 我发现你的嫉妒心越来越重 我跟书晴的关系 你不是从小就知道吗 我希望你自己改改 不要让我一次次失望 说明把书晴的关系 终于帮我 我 一书晴 不想找你聊聊 好呀 那明天金融城见 明天下午金融城 车牌浩海A25770 往死了撞 书晴 你去哪儿 钱姐约我出去呢 我很快就回来 嗯 注意安全 爸 妈 书晴你要去哪儿啊 金融城 我们正去公司 顺路呢 烧你一程吧 那好吧 走吧 暗星钱 你害得我家 住今还不够惨吗 你要害他到什么地步 你才满意啊 不是我 老爷 放手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没什么想说的 韩宁哥哥 签签的 袁叔请道歉 明明是他跑到马路上被车撞 我凭什么道歉 安清浅 我看你是越来越放肆 签签说的对 这件事情不怪他 道歉 安清浅 安清浅 你跟我回来 陆安清浅 早知道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 我宁愿当年死的人是我 现在 我把进了监狱 我妈也因为这件事情抑郁而亡 你到底和我怎么样 安清浅 你有没有想过 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是你 不是我 陆安清 如果现在躺在那里的人是我 你会伤心 会难过吗 没有这么多如果 现在的事实是 舒晴是因为你而再次受了伤 你必须要向他道歉 陆安清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事实 我没有做过 就是没有做过 我是不会给他道歉的 医生 抒情情况如何 已经没什么事了 医生 您检查可不能马虎啊 我们家抒情之间是受过众生的 已经确认过了 没什么问题 不是 医生 医生 安清哥哥 监控视频发给我了 那辆车击杀了 我根本没有碰到 你应该是惊吓过度 我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舒晴 你去卫生间找浅浅到底说了什么 汉庭哥哥 我没有说什么呀 我就是想跟浅浅冲了语号 但是他不愿意 我一时激动我就跑出去了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没有看路 好了 你先好好休息 我公司还有事 就先走啊 哎 海平哥哥 我应该是否就会 有运气 有水 有水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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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陈浅 少爷 少爷 少爷啊 陆汉婷我喜欢你哦哦什么你不喜欢我吗 不过现在不喜欢也没关系 本小姐这么漂亮不喜欢可是你的损失 喜欢你 我可不喜欢一个小矮子 说谁小矮子呢我还会长高的 等我长高了有你后悔的时候 好啊那我等着你 哎你等着我 怎么了 对手被你搅的 姐姐 怎么来医院也不说一声 我也好拿心安静药给你 谢谢娘牧尘 姐姐 你怎么哭了 安静 怎么 那个信尹都能碰我作为你的丈夫不能碰你吗 安静 你又在说什么 上次我已经警告过你 我要和那个信尹的来往 你是把我的话忘了 我看你是不想让你爸在监狱里面好过 安静 安静 你怎么对我都行 但是你千万不要折磨我爸 他年纪大了 他操不住的 安静 你放过我吧 你放过我 那要看你怎么表现 我 啊 哎 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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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 倩倩 我的宝贝生日快了 你过得还好吗 这是爸爸托了朋友 帮我买来送给你的 希望你喜欢 你放心 爸爸在这边一切都好 最近监狱的伙食也变好了 狱警也对我挺好的 没人欺负我 你再等等 马上爸爸就能出来了 爸 爸 关羽啊 你还有大好的前几个未来 大一是骨头 犯了错 这一个人承担的 爸 这是跟你没关系 傻孩子 大脑了 你看到你幸福 够了 快走 爸 放开我 陆安晴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你害死了我父母吗 还害得淑情成为植物人 进去坐牢的应该是你 既然你能富与情深 你爸愿意气你坐这个牢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至于你就乖乖待在我身边 给淑情淑罪 爸爸 杜总今天 怎么不陪你的抒情了 我今天陪你过生日 提他干什么 给你的 看你喜不喜欢 喜欢 谢谢啊陆总 那我给你戴上 倩倩 你为什么就不能多听话一点 喂老爷 怎么了 舒晴做了噩梦 到处找你 我说他不听 他还真我不注意 坐着轮椅出去了 好了 我知道 我现在过去 汉田哥哥 你这刚恢复好 最近就不要乱跑了 汉田哥哥 我刚才做个梦了 我好害怕呀 不过你来了 就什么都好了 哦 对了 今天是前点生日吧 真是对不起 你应该在家陪他过生日的 要不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没关系 我先陪你 要是让他知道了 没事 现在陆家只有你和老爷 你们俩都不虚有事 干吧 干吧 我好想他们也喊你 饿个 这个点 打给有夫之妇 不太好吧 尹医生 是你 陆安婷 你也知道自己是个有夫之妇 今天老婆生日你不在家 倒跑出去见别的女人 他连这个都跟你说 这还用他跟我说吗 用角度能猜得到 你要是不喜欢他赶紧离了 秦遣这么好的女孩 你不疼 我来的 你给我闭嘴 这是我的家事 现在安清潜是我的人 再让我发现 你打电话骚扰安清潜 我敢保证 江城 没有一个医院敢用你 安天你干什么 一个廉价的破玩偶 烧了也就烧了 值得你不惜烧伤也要捡回来 是不是 这不是廉价的破玩偶 这是我的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那个新颖的送的生日礼物 就这么重要吗 你知不知道 我送你的那套首饰值多少钱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那个男的 送你东西就这么好 你早说你喜欢林家的东西 你放开我 这样的破玩偶 我能送你一车 妈 心疼了 看着她被烧光吧 你不是喜欢剪吗 你去剪吧 我不了 长妈 带夫人回去 今天不允许她出来 是 韩宁路哥 这样不太好吧 会打扰到你跟钱钱 没关系 我已经让人打扫出一间客房 这两天就暂时住在这儿 谢谢韩宁路哥 来 老爷 把抒情的轮椅拿下去 是 陆韩宁 你不让我跟尹慕宁打电话 自己却把别的女人带回家来是吗 抒情不能走 你是知道 我没有空在这里 听你闹脾气 从前不是那样的 你给我解释 是因为我走不了 陆韩宁路哥他抱我的 韩宁路哥 你快放我下去吧 我放你下去 你怎么下来 陆总 我早说 抒情不能来家里住 住人嫉妒心 抒 抒情在这里的处境 只会越来越危险 有我在 他不会 你怎么不处理烧伤 烧伤不是小事 容易感染的 要你们干什么吃的 为什么不帮夫人处理伤口 不是个少爷 我有一天 夫人不吃不喝 再医生 我帮她处理伤口 也太给吼出去了 所以 浅浅 要不我来帮你处理伤口吧 我学过一些 势力伤口的 这个伤口不处理 你离我远点 夫人 我女儿就是好心 想帮你 你又何必这样对她呢 安清浅 闹脾气也该有限度 不要一而再三而三的 挑战我的底线 陆寒婷 你今天是一定要 她住下来是吗 好 那我走 你敢 要不我走吧 浅浅 寒婷哥哥 你们千万不要 为了我伤和气 女儿你没事吧 爸 你带我走吧 我本来就不应该来这里了 好 你满意了吗 闹够了没有 闹够了跟我回房间去 叶淑琴 叶管家 你们父女俩演得真是一出好戏 既然陆寒婷让你们住下来 你们就住下来吧 我走就是 谢谢 看你 洛哥 你会去追导 毕竟你就是这么晚了 没关系 怕只是一时闹脾气 过一会就会回来了 我去追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事 安婷 救救我 我出了沉黄 你又在说什么 安婷 我怀孕了 就算你不救我 你也要救救我们的孩子 安婷 你不要再闹人 我现在在陪淑晴 你赶紧回来 安婷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 安婷 你自己说的话你信不 你每次都有持有 怎么可能怀孕 安婷哥哥 我的腿有点疼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碰到了 安婷 在外面呆过了 就给我回来 管你死外 别人都不 你听 你不是 你apa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谢谢 现在紧急查关掉新闻 40分钟前一辆主车 网上灯主车司机当成死亡 一名女政客收到头上 已经送入医院指导 快接电话 接电话 接电话呀 老叶 被车 韩庭哥哥 韩庭哥哥 这里有没有个 叫安清醒的病人送过来 安清醒的家庭 我是 我是他的帐篷 病人视觉过多 现在继续书写 我可以 抽我的 我是后行险 千千 千千 陆韩庭 你还迟到来呀 你还迟到关心千千 没有资格叫他的名字 陆韩庭 你知道千千躺在狱里躺了多久吗 血医治了 陆韩庭 你救你 有没有心啊 我还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事 我自己的妻子 我自己照顾 尹医生要是没有事情 你就可以走 你 千千 千千千 你醒了 你有没有觉得那里不舒服 有什么想吃的吗 周安提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们离婚吧 我送过 安清醒 你凭什么跟我提离婚 你以为你有这个立场吗 我真的累了 我求求你 你放过我吧 怎么 现在知道要脱离我了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 没那么简单 既然你没事了 那我就先回去看看书情 你好好休息吧 我 对不起 小姐 我们没得抱住他 不 你能帮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跟我客气是吗 我这个公寓啊 连我家里迷人都不知道 你先安心住着 不用了 我也差不多该走了 一直在你家里住着也不是什么办法 而且 陆寒廷还在到处找我 我不能连累你 真姐 爸 没事 没事 你在外面还好吗 跳入海天 爸 我离婚了 走吧 怎么了 爸 怎么了 爸 安叔叔被查询了外甄心 应该是监狱里面的饮食不规律 被家常过度操劳 能救吗 能救 但是后续费用一个 大概要无关 不过 姐姐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来下班了 不行 我已经欠了你太多人情了 而且最近饮食集团 钱姐 人命要紧 虽然我只能拿出一百万 但暂时也没解决人命质疾 好吧 这一百万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什么 你看到安清浅了 还有他那个犯罪的爸爸也出狱了 韩宁哥哥 你回来了 嗯 韩宁哥哥 找到钱钱了吗 没有 你有他的消息吗 韩宁哥哥 你今晚 我今晚还是住在公寓里 为什么呀 自从钱钱不见了之后 你就不在这里住了 你留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要我怎么办呀 老叶不是在吗 我要的不是这种陪伴哈天哥哥 你知道的 叶淑青 你从小在卢家长大 我爸妈把你当成干女儿 我也把你看成妹妹 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 你也不要多想 可是 你要是觉得住在这里孤单的话 我会安排人帮你搬出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这里是你的房子 你想睡哪里就睡哪里 眼下还是先找到钱钱吧 我比较担心她 安清浅 过去这么久了 你居然还没死在外面呢 叶淑琴 你的腿好了 我的腿早就没事了 人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吧 你要干什么 你放心 韩天哥哥他不知道的 看安叔叔这个样子 我猜你今天应该很需要钱吧 看你现在过得这么惨 念在过去情分 我可以帮你吧 我有一个朋友 急去肾脏急救 你如果愿意捐献一颗肾出来 他可以支付你一百万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现在害你我也得不到什么 交易放在这里 安叔叔的身体 可就把握在你自己手上 想通了打电话给我 叶淑琴 我到了 你人呢 这里不是珍贵医院 叶淑琴 你又骗我 这怎么能算是骗呢 卖去黑市也是卖 你放心 只不过是挖你一个肾而已 钱少不了你 叶淑琴 你这样子是犯法的 你就不怕你进监狱吗 进监狱 我背后还有韩天哥哥呢 他怎么舍得让我进监狱呢 不管出了什么事 他都会替我白天 陆韩天 所以这件事情 是他默许的 你说呢 没有韩天哥哥的收益 谁敢这么做 所以那一百万 你会给的是吧 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密码是韩天哥哥的生 只要你能写 就能许出来 我从中一寸有一寸 将我的心关转 有一分有一分 怕出来一半 让我能保持痛感 倩倩倩 你前两天干什么去了 我出去买了点东西 爸 你感觉怎么样了 好 我这两年好多了 病人加索 这次缴费单 赶紧去把费用解清一下 你们拖了太久了 好 我交 姐姐 我这病很严重啊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了 放心吧 爸 陆寒婷给了我一笔分手费 你放心 你的病不难治 只要你好好听医生的话就行了 什么 找到安静抢了 是的 陆总 看起来夫人好像在到处找工作 要把夫人带回家吗 找工作 消息放下去 哪家公司敢录用他 就永远不要和我们陆氏集团合作 是陆总 哼 安清浅 我来吧 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我怎么好像在哪儿随便 我是第一次来 听说这只需要赔酒 工资能给多少 工资下提成 一个月想起来没有问题 但我们这儿的客人费不及贵 消费给的很多 那确定只需要赔酒是吧 当然 我们从来不做非法的事情 不过你第一次入行 工资可开得了这么多 底线五千提成靠自己 今天可以上班吗 可以可以 今晚就可以 谢谢红姐 喂 陆总 我今天收到一篇简历 我一会儿发给您看 这是你的第一单 里面的客人看着你的资料 轻点你进去 好好加油 好的红姐 怎么 客人点啊你 财了就要走 这新来的还挺有个性 不错 我还喜欢 钱还赚不赚了 过来 你能玩多大尺度 我只负责赔酒 其他的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内 这是这儿的规矩 在这里 我就是规矩 新来的 你恐怕不知道 黄庭是陆氏集团 他是陆氏集团的CEO 你跑不掉 喝光他 这么很难 因为新来的不好吧 怎么 你怜向西域 你替他喝十杯 喝光他 我给你十万 陆总 请 哦 我说到做到 钱吗 你不钱 这笔钱可就没有了 好 谢谢陆总 好 还想还凭 我也来 妹子 这里一打十万 你拖一件 哪一打走 怎么样 那老板 可要说话算话 算话 当然算话 不 你拖一件 时间不对 还是不 不 过 过 过 够了 安京浅 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真是下贱 陆总这样的人 自然不会明白我们的处境 安京浅 难道是安家大小 不是 只是恰好同名罢了 曾经孤傲跋扈的安大小姐 竟然沦落至此 真是让人唏嘘 托 安家大小姐的裸体 想想做自己 托什么 你看她这副样子 要什么没事 那我要 看什么 今天我没有心情了 都给我滚 不是 还你 滚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安京浅 一年前你擅自离开 现在居然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不起陆总 我明天就辞职 我保证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辞职 说的倒是轻随 我猜你应该很缺钱 这跟你没关系 早知如此 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跟你离婚 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情 你 安京请我告诉你 就算是要离婚 也必须是由我提 好好干 过段时间我来看 表现得好的话 钱自然不会少你 辞职 你才干了一天不到你就要辞职吗 是我个人的原因 辞职也行吧 但是你刚刚在包厢打了那些瓶子和杯子 可都是我们陆总 从海外店的高端货 一个要二十多倍 你拿这些结一下 就可以走了 可是那些杯子都不是我 个人是因为你伺候的不好 才会杂烂杯子 我当然要把这笔账算到你掉到这 是啊 我说 你是不是跟我们的总有什么仇怨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针对一个人 没什么 我先不辞了 对 这就对了 我这点没问题是正常 最后过去早点休息 我会记得准备一生 安清浅居然去黄庭当陪酒了 是啊 你都不知道 想想天我跟韩庭一块去 韩庭看到他脸都黑了 安清浅那个不死的贱人 都已经沦落到去当陪酒了 还勾引韩庭哥哥 你还说他呢 你赖在陆家这么多年 那陆韩庭也没睁眼看过 你说什么呢 好啦 得生气嘛 说吧 这得想怎么弄安清浅 这么做是不是太狠了呀 我看他陆韩庭跟安清浅还挺关心他 关心 韩庭哥哥如果真的关心他 怎么会让他去当陪酒 行我可以吗 不过你这次打算怎么报答我呀 安小姐 你父亲上座的费用 记得去结一下 啊 好 你在哪里 赶紧回来上班 快到时间了 好的 红姐 我知道了 张总 我说这家货子不错吧 黄庭新招的可会晚了 安静前 过来 张总 你要喝点什么 你买个冰酒给我喝了 我给你五十万 好 等等 干喝没意思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 把它带上 张总 我只能陪你喝酒 装你妈的安心 上次来衣服都能脱 今天他妈都装上玉女了 怎么 看不下我们张总 你这样 我给你一百万 带上他 给我跪下 快点 好狗 这两声 我给你一百万 九脚 帮你用不动 小 让住 你知道这羊酒是多少钱 也就是我们张总大 能拿几十万的羊酒亏你了 还不乖 谢谢张总 谢谢张总 对不起 我想抱她 你现在跑到那 放那瓶酒给我喝吧 我照样给你遥当了 快去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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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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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喂 啊 別讓你急啊啊 我讓你聽了嗎 我讓你聽了嗎 啊 誰想不想叫 哎哎哎 教授這角度度挺高的 再說再說說說人命 老李啊 一個賠酒的季女 你能足幾個錢 姐姐 姐姐你醒醒 姐姐 陸董啊 就就你一個賠酒的 你你 張明是誰給你的膽子 敢對我的人動手 陸董 我我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人 真不知道 我告訴你 今天安清潔要是出了什麼事情 我要了你們的狗命 姐姐 安清潔 你就這麼愛當狗嗎 我告訴你 你就是要當狗 你的主人只有一個 要是呢 看走 弓姐 去把醫生給我叫來 好 安清潔 你給我清醒一點 看什麼 都給我找過去 怎麼樣 還冷不冷 小 安清潔 我說了不能再喝了 我已經喝了半瓶了 你給我 我去喝 我說了不許喝就是不許喝 安清潔你是聋子嗎 張總 你看我已經喝完半瓶了 要不你給我一百萬 多少錢 一百萬 張總說 張總說 只要 只要我喝完那瓶酒 他就給我一百萬 他就給我一百萬 很好 張總 請 張明 他敢跟你要 你還真敢給你呢 不好意思啊 你怎麼找不到 滾 啊 張總 張總 啊 陸晨婷 我不來馬上就要拿到 你憑什麼 憑什麼 憑我是黃庭的老闆 憑我是陸晨婷 黃庭的革命 下見到與別人做得住 又怎麼能值得一百萬 確實不值 啊 其實 陸一 叫醫生 路總醫生 不是我是你 你要的那個醫生現在國外 我替他來一趟 秦潛 滾出去 這裡不需要的 陸安婷 我現在沒空追究你 到底對秦潛做了什麼 豬狗不如的事 你如果不想讓秦潛有事 我勸你不要抖 陸安婷 這個混蛋 你發什麼神經啊 陸安婷 是不是你摘了鏡子的一個神 還這麼喝這麼多酒 你簡直就是在殺人 這怎麼回事 你還有臉問 能做出這種事的除了你還有誰 就算不是你親手做的 沒有你的允許 誰敢對秦潛做出這種 喪尽天良的事 不可能 我從來沒有 你就是個畜生 這麼難看的傷口 一看就是黑市裡面 那些沒有刑依資格外行人幹的 淺潛當年真是瞎了眼在看上 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陸一 被車 是 韩婷哥哥 這是淺潛 快讓開 別耽誤路 我 看天哥哥 淺潛他怎麼了 醫生說他需要安靜 你給我出去 我坐 他燒已經退了 不過病人剛做完換診手術不久 身體非常虚弱 再加上他功能已經窮 身體恢復 還需要一點時間 謝謝醫生 淺潛 淺潛 你說什麼 救我 冰川 救我 安清潛 做夢都夢著別人的名字 是你 怎麼 醒來見到的不是那個信隱的 你很失望 沒什麼事我去上班了 安清潛 你對自己身體狀況沒點數 不許去 我說不許去 你不就是想要錢嗎 我給你一百萬 你陪我睡 我就是在錢 也不會要你的臭錢 怎麼 先錢少 兩百萬夠嗎 我說了我不要 安清潛 為什麼別的男人可以 我就不行 對 救你不行 陸總我求你放過我 我現在就是下水道的老鼠 我求求你高抬貴手 你的人生就算是沒有我也可以過得很好 我不一樣我真的很需要錢 現在我的罪也說完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就把我的命也拿走 安清潛 你終於承認了 以前你的嘴不是很硬嗎 你的骨气呢 啊 這就沒有了 是 沒有了 都是我的錯 是我最有應得 安清潛你給我閉嘴 我現在不要聽你說這些 放開我 你要是再反抗 明天我就派人去找安緣 你 你不要找我吧 你又要去哪兒 我要去上班 那兩百萬我會打到你賬上 今天哪兒都不許去 好好待著 可好夫人 把這件房間鎖了 不是要去上班嗎 怎麼還不去 怎麼 沒有陸寒廷的允許 你敢私自放我走 那我什麼不敢的 就算我放你出去 寒廷哥哥也不會怪我 你為什麼幫我 就是看不怪你在陸家 巴不得你趕緊滾出去 要去趕緊去 暗夜 你好老闆 我是今天為你服務的莉莉 爸 你怎麼在這兒 你不是應該在醫院嗎 媽 你也知道 這是劍不得他那下簡公公 所以才瞞著我 不是的吧 媽媽要是在天有的 看到你出來幹誰了 你讓他如何迷糊 葉淑琴 是你把我爸帶到這兒來的 我正好去醫院看你吧 結果他好像並不知道你在這種地方工作 我就帶他過來看看了 你 你別指責葉淑琴 這是咱倆的事 爸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你看別動消遣 我 我又知道那些 是這麼來的 我寧願死了我 我還講 當年堂堂的大小姐 竟然淪落的 趕緊走回疼小姐 說出去丟人呢 爸 你冷靜一點 你別 爸 爸 爸 你怎麼了爸 爸 別管我 別管我 你別管我 爸 爸 爸 病人說了巨大刺激 現在情況有點危險 你先外面等一下吧 叔叔 叔叔原來身體都這麼脆弱了呀 天天 你可別再氣叔叔了 你敢打我 我告訴你 你欺負我可以 但是你不能動我爸 如果我爸有什麼閃失 我搖了你的命 我怎麼知道叔叔身體已經這麼嚴重了 再說你去夜總會當小姐 又不是我讓你去的 工作你自己找的 你快 要命啊 安清清你給我住手 阿鐵哥哥 叔叔 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 我沒事了 阿鐵哥 阿鐵哥哥 安清清 不是讓你在家裡嗎 誰把你放出來的 陸韩廷 你每次都只會怪我 你怎麼不問他幹了什麼 算了 反正你問他你也問不出什麼來 在你心裡 我就是一個惡毒的女人 安清清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韩廷哥哥 今天我本來是要去看安叔叔的 结果安叔叔身体意外出了状况 所以浅浅他情绪才比较激动的 你就别怪他了 现在还是安叔叔的身体情况比较要紧 安元怎么了 安清姐 这就是你需要钱的理由是吗 这是我的私事 跟陆总没有关系 反正我自己会赚钱 赚 你怎么赚 你这具破烂的身体 除了我 你还想赚哪个男人的钱 赚哪个男人的钱都行 就你不行 闭嘴 五一 送夫人回家 我不走 我要等我爸醒来 你现在不走 我敢保证 你永远见不到他 五一 要是我发现 谁私自把他放出来 就给我滚出陆家 你真正 最急 安婷哥哥 你就别生他的气了 浅浅他 你早就知道安远得了绝症 我只是知道安叔叔出医后住院了 我就顺便过来看看他 那安清姐是谁放出来的 老叶和张马 他们没有这个胆子 浅浅一直求我放得出来 我遇见 你虽然住在我们陆家 但陆家什么时候由你说了算 我没有 安婷哥哥 明天就给我搬出去 房子已经给你找到了 安婷哥哥 你这是在赶我走吗 你觉得是 那就是 安婷哥哥 你不要赶我走 你俩的话 不想再说第二遍 安婷哥哥 安婷的病还需要多少钱 你去把她的医疗费解一下 放我出去 夫人 你就别惹你很生气 陆一 我求求你了 我爸需要交钱 医院等不了的 你帮我开一下门吧 夫人您别着急 您付请的费用 陆总你帮助交起来 夫人 进度时间到了 您可以出来了 夫人 少爷还说了 他已经把您从黄庭辞退了 黄庭 黄庭不会再陆用你 你就别白白跑了趟了 爸 你好你好 这个房间的病人呢 你是说安婉吗 他已经被人接走区了呀 陆总 今天书情要搬出去了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都收拾好了 感谢陆总这段时间 对书情的照顾 可惜书情的腿没有好 这泳池 夏天就浪费了 感谢陆总的好意 书情的水性太长 就算他的腿是好的 也不会下水游泳的 书情不会游泳吗 是啊 小时候随便学得过 我一直都没有学会 は 有 哈利哥哥 书亲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真是吓死我了 谢谢你书亲 嗯 没关系 你没事就好 抱歉 我不小心 把你的项链弄断了 没关系的 你有这吧 难道 当年救活的人 不是书亲 喂 陆总 书亲正在跟夫人见面 继续盯着她 说韩天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取消了我们的合作订单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什么角色 我那天不就是玩了那个新来的小姐吗 你看上了你不早说 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人 一个破鞋嘛 至于吗你 你说谁是破鞋 我 张明有特殊癖 你我都知道 那天你是故意带她去的 对不对 不是 既然是故意的 那就要付出一戏 明天我会取消我们两家所有的合作 别啊 韩婷 从这么多年交情了不是 这事可不赖我 都怪那个叶淑琴 都是她的主意 你说什么 谁 站住 请问你找谁 我要找陆韩婷 找我们陆总 有预约吗 我是她夫人 我找她有事 你帮我把她交出来 陆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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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等我 你说是她夫人就是她夫人 我们陆总还没结婚呢 想高攀她的女人多了去了 你赶紧走吧 要不然我把你丢出去 我真的是 你帮我叫一下吧 陆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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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你还来劲是不是 你们俩 把她给我丢出去 去查一下叶淑琴 把她这几天的行踪全部告诉我 放开我 你 外面怎么了 陆总 是这么回事 外面有个女人自称是你的夫人 吵着闹着说要见你 我刚把她脸出去 不过看她那样子 好像还不太死心啊 夫人 秦潜 谁给你的权利 在陆氏动手打人的 陆总 这个女人真是女夫人 对 你又把什么疯 陆韩婷 我明明都照着你说的话做了 你为什么还要动我爸 我没有动她 你在说什么 你把我爸藏哪儿了 你说呀 我没有动过安月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安清姐 只要你求我 我就会帮你 求你 我恨不得从来都不认识你 我所有的苦难 都是从爱上你开始 安清姐 你爸不见了 你是一点也不着急啊 是你 叶世青 你把我爸藏哪儿了 你告诉我 你放心 你爸好 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带你去见你爸 什么条件 不要你去死 叶树琴 你这些年折磨我的还不够吗 安清姐 你真的很碍眼 这些年要不是你 我早就跟韩婷哥哥在一起了 我本来觉得留着你 慢慢折磨你 不会很高兴 但其实并不是 只要你还活着一年中 韩婷哥哥他就不会看我一眼 安清姐 算我求你了 你赶紧去死好不好 你放心你爸的病 我一定给他治好 我凭什么相信 这些年我要的 从来就只有韩婷哥哥 要不是你我也不会变成 现在这种人 只要你死了 我一定好好重新做人 你看你爸好着呢 一点事都没有 叶树琴 本来我对这个世界 已经没什么留恋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爸 我希望他下半辈子 好好活着 也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否则 我做鬼都不会放动 陆总 这里就是安家就职 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嗯 秦浅 陆总 不好了 陆寒天 我今天的一切都是败你所赐 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 就是遇见你 爱上你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早知会这样喜欢你 当初我就不应该 你没有任何的交集 这一切错都在我 我这辈子再也不欠你 希望下辈子 永远都不要再见了 第一次 清潔 哎清潔你给我下来 我现在命令你从上没跟我下来 陆寒亭 直到现在 你还拿我当你的物品 有什么话 先下来好不好 你不要冲动 陆寒亭 你现在愿意听我说话 反正我说什么 你也不会相信 我信 你先下来好不好 你说的对 是我害了叶淑琪 像我这样的罪人 就应该下地狱 安清潔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不要听你说这些 陆寒亭 我们俩清了 我从容你一寸 有一寸 我的心关穿 有一分 一分 怕出来一半 让我们 姐姐 姐姐 过来 我要救姐姐 我要救姐姐 不行 你能不能带走她 你要打扰 姐姐 她是我的人 谁都不许带走 姐姐 陆寒亭 过来 姐姐 姐姐 可不是因为你前进也不会落到自杀的下场 都是你逼的 你说胡说什么 我胡说 这些年来你跟姐姐带来的什么还少吗 她怀孕你不在 她除此我流传你不在 她当黑身被人挖身的时候你也不在 你除了伤害她 你什么都给不了她 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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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那天没有骗我 她那天没有骗我 都是你 浅浅才会死 她现在终于解脱了 就不要再拿你的脏手碰她 陆总 陆总 这是叶小姐当年的手机数据 虽然已经删除了记录 但是我让技术部刚恢复了 根据结果显示 在出车后的前一往 叶小姐跟几个陌生电话通过号码 而那几个陌生电话 就是当年那几个肇事者 虽然当年是夫人先约的叶小姐 但是我去牢里问了那几个肇事者的情况 他们称 是叶管家和叶小姐串通一起 这个肯定比拒 然后他们撞死夫人 但好像车子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才撞上了老爷 陪老夫人和叶小姐那辆车 叶淑青的主治医生呢 带来了 带尽了 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城市混下去 就把你知道一无一时都说出来 陆总 这真的不管我的事 都是叶小姐吩咐的 是她让我配合她的 也就是说 发生车祸的时候 她并没有伤到腿是吗 她当时确实是受了重伤 但根本就没到植物人的程度 在医院治疗一两个月就好了 你们不来医院的时候 她都是自由活动的 因为您的行程 她都能提前知道 只需要在您回医院之前 提前躺好就行了 陆总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知道都告诉你了呀 也说行 韩庭哥哥你找我 你有空吗 有啊 那你回了趟路家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韩庭哥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浅浅呢 他死了 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 你不知道吗 浅浅他跳楼自杀了 韩庭哥哥 你别伤心了 没有浅浅 还有我呢 我这次把你叫来 有些事情要问你 什么事情啊 你的腿 好了没有 还没好呢 我也想快点站起来 可是这个腿 他就不争取 我再问你一遍 腿好了没有 韩庭哥哥 其实我的腿 早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可我就是不想站起来 不想多得到一些 你的关系 难道这也有错 我结婚了 那又怎么了 我还是爱你的呀 明明当初救你的人是我 你为什么要选择安心浅呢 你是说当年我洛水 是你救了我 是啊 难道这件事情 你也不记得了吗 好 陆一 你 陆总 陆总 我女儿她不会死呀 会出人命了 你救你快救她上来呀 她不会有 那她当年是怎么救的我 跟你先救她上来呀 我求你 把她捞上来 叶书情 你好不要脸 无视你做的事情 你认领的如此光明正大 陆总 船婷 对不起 我不敢 也就浅浅那样的性子 才不跟你计较 这不代表你可以 为所欲为 不是那样的 陆总 我就是一世 鬼迷的心窍 我才那样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鬼迷心窍 我看你根本没有心 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全部说出来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我做错了事情我认错了 你不要生气 没有了是吗 据我所知 你做的错事 可不止这两件 你不是喜欢装残琴 那好 你就永远地站起来 卢依 把她的腿给我打断 是 不要还听了 你不能这么对我 还听了 我不能这样对你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钱钱 你顾兄杀他不成自食其果 却把一切责任推到他身上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的不止这些 刚才我给过你机会 可惜你不珍惜 我下去 是 陆寒星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他安静谦到底有什么好的 就因为他出身好 就因为他是安家大小姐吗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这跟出身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 你根本不配合浅谦相提并论 现在我多看你一眼 我都觉得恶心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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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放过书琴 他年轻不懂事 只限缩了一些琐事 你要打要法 都由我一人承担 我求你放过我 错事 现在千千死了 你把这些都说成错事 你放心 你们父女俩 谁都别想逃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别逃 你不会把我带到你们了 我 我 为何 我 你怎么可以 我 我 我 你放我出去 今天是浅浅的头七 你却让我放你出去 浅浅留掉了我们的孩子 还被你挖了肾 你说我要怎么做 才能给浅浅解气 你不能这么对我 卢一 我要她的一颗肾 还有子宫 是 卢安平 你简直就不是人 你以为她的死跟你没关系吗 如果你当初信任她的话 她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 别想把自己摘干净 你给我住口 卢一 待会儿不许跟她打麻药 是 陆总 取舍和去子宫的手术都成功了 但是整个手术还要失败了 罢了 她再怎么成 她也不是浅浅 而且她手术醒来之后 我感觉她精神状态不太正常 那就送到精神病院 把她关一辈子 是 浅浅 对不起 能不能回来找我 那些杀害你的人 我已经替你报了仇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 浅浅 求求你来找我 陆总 明天在里躺三天了 公司可不能没有你了 是 再让我躺两天 说不定浅浅 就回来梦里看我 妈妈 别忘了 你说什么 我知道了 陆总 我们的人说 在一家诊所 看到一个找男像夫人的人 找他相遥怎么样 那也不是他 陆总 您看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照片 这是在哪 立刻带我去 是 你好 浅浅 这位先生 你是来看病的吧 里边请 不过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浅浅 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 我 韩婷哥哥 有人来了 你怎么来了 韩婷哥哥 你们认识啊 姐姐 你在胡说什么 我才说陆韩婷 他是尹牧尘啊 尹牧尘 谁啊 韩婷哥哥 你这个朋友 好奇怪啊 他就这样 姐姐 我没有办法 在这 跟我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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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还是按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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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摔下来受了重伤 脑子也成熟了 他现在失忆了 只记得陆韩婷这个名字 他一醒来 哭着喊着要找韩婷哥哥 尹牧尘 你顶着我的身份 难道就不会心虚吗 心虚 我更多的是感到悲哀 你把钱姐伤了这个事 结果他还是只记得你 陆安田 你到底有什么好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好的 这几年 我的确很对不起他 所以我一定会加倍补偿的 我现在已经找到他 我就一定不会再放手 不行 陆安田 你没有资格这么做 钱姐他从来都是你所有的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只是告诉你 既然找到了 就不可能再放他 钱姐 我才是喊婷 你不是找我吗 我来了 我们回家吧 啊 这位先生 我又不认识你 钱姐 你好好看着我 我才是陆安田 你的韩田哥哥 里面那个是冒牌货 这位先生 你再这样我就叫人了 韩田哥哥 韩田哥哥 放手 安京姐 你看清楚了 他是尹木辰 我才是陆安田 你的丈夫 痛好痛 陆安田 你别再刺激他了行吗 我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功夫 再让钱姐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吗 韩田哥哥 你叫他什么 那你是谁 他又是谁 你 你要干什么 虽然我一直看不惯你 但还是要感谢你 这段时间对钱姐的照顾 我会让人给你打一笔钱 但钱姐 我必须带走 姐姐 你醒了 我让张妈给你熬了点鸡汤 来 我喂你 你 你到底是谁 我是韩婷 陆韩婷 小的时候 你经常来找我玩 总是在我后面 叫韩田哥哥 韩田哥哥 是吗 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了 虽然 你确实有点熟悉 倩倩 你既然记得我 那你一定不会忘记我的样子 对吗 我不知道 我 倩倩倩 怎么样 想起来了吗 倩倩 我会用下半辈子 来好好补偿你 但是你绝对不能忘记我 倩倩倩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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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倩你怎么了 乱挺 你别过来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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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倩对不起 放开我 对不起 确实我的错 给我松手 你放开我 为什么我一直都努力地离开 你就是不肯放过我 倩倩 对不起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发誓 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对不起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只要你不走 做什么都愿意 倩倩 倩倩 你去哪 怎么 我去哪 还要跟你报备吗 不用不用 我就是问问 我送你去吧 不用了 你待着吧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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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肯原谅我 陆寒婷 你要知道 有些伤痛 不是说原谅就能轻易忘记 我知道 所以 我到底要怎么做 只要你肯原谅我 再看我一眼 我什么都愿意 那行 你别跟着我 我 把这个包下来 谢谢 好的 陆一 你怎么在这 夫人 陆总让我跟着你 并给了我这张卡 说您看上什么 就直接买 不用了 我就试试 陆总说了 只要夫人您试过的 全都买下来 不用了 我不喜欢 别 夫人你就别难为我 陆总说了 如果您空手而归的话 就要炒我鱿鱼了 好吧 抱下来 谢谢 好的 夫人 夫人请 芊芊 你回来了 逛得开心吗 嗯 陆总 看什么 没见过 确实没见过 芊芊 来 芊芊 你做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芊芊 我给咱爸 找了最好的医疗团队 就在私立医院 VIP病房 每天都会有 国内外的 顶尖专家会诊 你放心 咱爸的病 会好的 芊芊 你不要跟我说谢谢 我对你做得太熟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十倍 百倍 千倍地补偿你 芊芊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我不知道 我这好痛 芊芊 芊芊 你别怕 我送你去医院 陆一 备车 医生 我太太怎么样了 她之前做了 非法的伸手术 出现了感染 导致肾口要动 那 那要怎么办 可能需要有人 先线线 先线身当 医生 用我的吧 把我的身权给她 是 你得自己考虑清楚 不用考虑 就这么办 医生 你务必不惜一切代价 把她治好 来 芊芊 不烫 芊芊 你好点了吗 听说 是你给我换的身 不过这不重要 都是我亏欠你的 对不起啊 芊芊 要是我早点注意 也说清 你就不会 好了都过去了 芊芊 你好好休息 再休息一周 我就接你回家 这一周 我每天晚上都陪你 好吗 好 安晴芊 你了不 我叫淑青孩子 这么惨 我这就送你 来生一天 是你 安晴 安晴 医生 安晴 安晴 医生 医生 芊芊 你在关心我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 我 我很高兴 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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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恢复的不错 过几天啊 就可以出院了 这么快就能出院了 如果你想让你太太 多照顾你一段时间的话 回家养的也是一样的 还没见过 有人喜欢住院呢 芊芊 你还生我气吗 生什么气啊 你现在是个病人 把病养好再说吧 芊芊 你是不生气了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是默认了 你再不闭嘴 我可就不理你了 我闭嘴 我一切都听你的 嗯 汉田 你不是说 要跟我一起吃饭吗 芊芊 我亏欠你太多 我发誓 后半辈子 我一定加倍对你好 再嫁给我一次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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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清姐 你是否愿意嫁给陆寒婷 成为她的妻子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贫困 疾病 或者残疾 直至死亡 才能够将你们分开 我愿意 陆寒婷 你是否愿意娶 安清姐 成为她的丈夫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贫困 疾病 或者残疾 直至死亡 才能够将你们分开 我愿意 现在新郎 可以亲吻她的新娘了 这就是 我愿意娶她的新娘了 我愿意娶她的新娘了 感谢观看